果香一比利豬排 來一點酒 然後鹽 糖 師傅 您放的 就是中式的調料 以西式的邏輯來做中餐 那是選的蘋果是要清蘋果 然後這邊我們也可以 再放一點點葡萄酒進來 蛋液放進來 白葡萄酒放進來 要稍微微一下把味道微進來 多少度進鍋呢 140左右 這可好吃 很新鮮的奶色 這個薑了不得 好 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伊比利豬 我們做的是果香伊比利豬排 這個豬是伊比利亞的 帶脆骨的是吧 這是肋排伊比利亞豬很有名吧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飼養方式 它有一半以上都是吃真果 吃什麼 真果 吃這麼好 對 這麼一樣 對 所以它的油脂是很好的 其實應該說 你要什麼樣子的肉質 你飼養給它的飼料不同 它就會改變 前一陣子在台灣我去出了一個外景 那也是讓我著實嚇了一跳 為什麼 台灣有一個雞是在新竹裡面 叫竹蒂雞 那他們在飼養的時候就不一樣 怎麼跟不一樣反正 他們讓它的飼料裡面 倒了進口的橄欖油 天啊 它很多 它比如說有玉米 有什麼都把它搗碎 它就拿一瓶 大概是三公升的 這橄欖油就是往裡面倒 而且是進口的 天啊 豬射比人還好 沒有 雞 雞射比人還好 然後我就說你這樣飼養是為什麼 他就跟我說 因為它需要油脂 好的油脂 雞的油脂才會好 這樣 我說那你這不是跟那個 Iberigo 就是這個伊比利亞豬的養法一樣 他說對 它就是從那個地方來的想法 所以伊比利亞豬是吃真果 是真果 竹地雞吃的是橄欖油 那麼它們的肉質就會比較有營養 另外它油脂是不一樣的 像它那個雞我還記得就是 你切開來整個手都是油 真的 那就真的 吃什麼就是什麼 這個事情其實也對應在 我們的家庭 對 任何東西一樣 包括現在比如說台灣很多養 養這個魚 養蝦的 都給他們吃伊生菌 我們曾經做過豬肉 是跟蘋果做結合 那我們今天一樣 但是我們比較不一樣是 我們是以西式的邏輯來做中餐 好 但是選擇蘋果是要清 清蘋果 清蘋果 對 幫我削皮 它比較散色是嗎 比較不容易軟 所以你要的是脆蘋果不是麵蘋果 對對對 那這邊我們來醃 這個 來一點酒 好 然後鹽 糖 我感覺師傅您放的 就是中式的方法 中式的調料啊 對 但我沒有放醬油 黑胡椒 然後這邊我們也可以再放一點點 葡萄酒進來 然後打個蛋 好 那這邊我們就把一些蛋液放進來 然後這邊我們把一顆就夠了 然後跟白葡萄酒放進來 先煮它 然後放一點玉米粉 好 那這邊 來 我們撒一點麵粉進來 什麼金屬呢 中筋就可以 中筋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撒了玉米粉在外面 對 要去炸它們 對 那接下來就是要去炸豬排 好 蘋果 有一點會做得像我們的糖醋排骨 但是我們的糖醋排骨也不放蘋果啊 所以啊 我用稀釋的方式啊 對啊 你都糖醋排骨你會放菠蘿吧 有些餐館它會放菠蘿 對啊 我們先把這個煮完之後 讓它的這個酒精揮發掉 把酸度也拿掉一點 那我們只要在裡面加糖就好了 然後再勾芡它就很像糖醋排骨 要稍微微一下把味道微進來 那它會有點稀釋的味道 有點中式的感覺 就是酸味是從青蘋果和白酒來的 對 你有嘗試一筆利出嗎 沒有耶 它其實它真的蠻好吃的 那是因為現在慢慢有了冷戀 我們這一代人才能吃到 不然的話那得坐飛機到外國去了 對啊 你試試看 它現在帶點微微的酸 但你再把甜放進去就可以了 對不對 有 那個酒味已經慢慢不見了 然後多增加這個肉桂 跟八角的香味在裡面 等一下泡著 我們先來炸豬肉 多少度進鍋呢 140左右 來 炸這個肋排 它比較需要時間 它把它炸透什麼 把它血水都全部 對 尤其它是骨頭邊的肉 它最不好炸 為什麼 因為它帶骨還是因為什麼 它也不是很厚啊 因為骨頭是有溫度的嘛 骨頭是有溫度的 它導熱是沒有肉那麼快是嗎 而且是不是容易就是 比如說骨頭熟了 但肉老了 或會出現這種情況 應該說是很常會是肉已經老了 但是骨頭旁邊的肉沒熟 哦 所以要把它炸勻炸透 其實它是有講究的 那怎麼個看法呢 先用低溫讓它泡到熟 然後最後再把它炸到外面酥脆 那我們要再幾次嗎 要再個兩次 我現在已經把火關掉了 現在就確定要讓它炸到它透了 很多時候我們在炸東西的時候 大家很容易犯這樣一個比較大的錯是什麼 你希望你的顏色是這樣的顏色 對 所以你發現這個顏色的時候 你就不敢開火 你就發現就這樣子了 你就讓它這樣對不對 那等到你覺得差不多 你看這樣那也熟了 你就把它直接撈起來放進去 那這個就會吃油吃很多了 哦 所以我們怎麼避免呢 比如說你發現這個是你要的對不對 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撈出來 把它撈出來放旁邊 它這水還會繼續倒 你看像這個黑黑的 黑的是什麼 這個就是裡面的血水跑出來 那不要了那些 對 這些就不要了 那你可以挑 那其實也表示它已經封層了 所以它才那個穴 穴塊才會凝固成這種顆粒 你可以挑一個來這邊 對不對 那你可以用刀子把它切開來看看 看它熟了沒 看看骨鞭肉怎麼樣 對 就是看它有沒有血水嘛 對不對 有沒有 還沒熟 還是有一點 對不對 對對對 旁邊的肉幾乎是熟了 可是它還沒 所以這個就是 排骨它要注意的地方 因為有時候你很討厭是你 今天你炸得很 炸得你覺得可以了 那你現在也炒炒完 所以你端上桌 一吃咬第一口完了 還沒有熟 對不對 那怎麼辦 只能含淚放微波爐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檢查一下 檢查 它現在差不多已經沒有熱能了對不對 再把它放進來 再來一次 對 不用急 你甚至現在倒進來 它沒有什麼泡泡的那種 繼續導熱 讓它導 那這個是可以用油泡的方式 把它泡軟 那等到差不多熟的時候 你把它拿出來 油溫拉高 把它放進去一炸 外面就脆了 但是不急 你不要這個時候覺得這樣 你現在拿起來 我跟你講你現在拿起來 不但沒有熟 哪怕現在熟 你拿起來吃 你想嚇死你 還是會裡面有那個 舀一口就是油一樣 不是屑水 那個油一樣 炸東西最怕就是屍油 對 那你如果覺得 溫度這樣 你要再趕時間 你就把它開小火 嗯 讓它慢慢 這樣子好 了解了 這塊蠻厚的 拿這塊 差不多了 好 那你現在這個 已經確定差不多了對不對 來 先把它撈出來 然後開大火 最後一次了 對嗎 對 這次是要讓它炸到 外面酥脆 酥脆 同時不吃油 對 那我們這邊就可以開始準備了 好 洋蔥 蘋果 好 鹽 好好吃喔 但現在沒有勾過芡 對 你試試看 是不是糖醋嘛 就糖醋嘛 但是帶點蘋果香嘛 對 對不對 然後還有這個八角跟 桂皮 而且你有喝到那個 你說的苦味了嗎 沒有 沒有耶 對不對 最後一次了 要止嗎 不用 這可好吃 好啦 我們這個豬排炸好啦 很清新的奶色耶 我們沒放醬油對吧 對 沒放醬油 但是通過炸的方式 也可以讓豬排 顏色有醬色 好喝喔 嗯 哇 哇 這個薑了不得 哦 哦 哦 香耶 香 好 芭蕉米可來 嗯 還要再加芭蕉米可醋啊 嗯 哦 哦 好 完成 好 好 你可以明顯 聞到了類似糖醋的味道 對 剛才不是糖醋排骨 吃一吃以比利亞豬 好香喔 這排骨怎麼樣 嗯 你們有這樣吃過蘋果嗎 沒有 對 哈哈 謝謝 我很少把水果放到裡面的入菜 我不是一個愛把水果入菜 但是這道菜很搭對嗎 但這道菜因為在法國有這個 有蘋果豬 所以我覺得是搭得來的 軟綿吧 嗯 它其實是清甜的 它不像我平時 比如說我們吃那個中式的菠蘿排骨 它比較酸 但是它的 它好像那個酒味 嗯 比較重一點 它就是白葡萄酒的味道很明顯 那我沒有放任何的酸 我們的酸就真的從白葡萄酒來 對 對 還有白葡萄酒的酸 甜酸甜酸 那你吃一下青蘋果 你就知道 為什麼我要用青蘋果 哇 對不對 青蘋果反而是裡面最酸的 最簡膩的 然後因為青蘋果的脆度是有的 對 然後帶點酸 對不對 那個酸不亞於菠蘿 你可以洋蔥跟青蘋果再試試看 那不是更讚 洋蔥和青蘋果一起是嗎 對 青蘋果我剛才吃的時候 它好像是一個水果 但好像應該是這道菜 很特別的地方 但洋蔥進去它就跟它融合在一起 就變成真的就是要一道菜 對 對 對 所以伊比利亞豬的本身 它因為是屬於不飽和脂肪酸 所以它吃的時候 那個膩口感會沒有 而且它三味 沒有什麼三味 所以在用它的時候 當然今天用這樣的方式下去炸 你也可以用比如說水煮煮 排骨湯 它也會非常好吃 然後它的那個油花 油脂跟肉 瘦肉的分布也是比較均勻 那當然不是只有這個排骨 你排骨的話 因為現在目前手頭上拿到的伊比利亞豬肉 一般就是比如說像是大里雞 或是這個排骨 當然你如果可以拿到豬腳 你也可以熬成豬腳湯 對不對 如果有機會 你有看到伊比利亞豬的五花肉 或是里雞肉 我建議你可以買回來試試看 為什麼 它會像什麼口感 因為它的那個油花的分布 你看會覺得這是豬肉的顏色 但它油花分布卻很像牛排 真的嗎 對 它養得非常好 好 那讓我們雙城趕緊進貨 有可能 我們如果進貨的時候 我們再馬上去示範給大家看 好吧